各位网友大家好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魅族的MX 一个外观的一个简单解析 我们看到的话这款手机 整体的话采用是4.0寸的960x640面的一个屏幕 然后整个三维的话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单手握持的话 还是非常的舒服 正面的话仍然采用当年M9的这种经典的式的设计 顶部可以看到魅族的一个logo 以及这个光线感应器啊 还有光线感应器以及听筒 底部的话可以看到这是一个home按键 是物理按键是可以按压的 但是它这个设计与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们稍后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释 同时呢整个机器这两边的话有这个触控感应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开机 它没有显示 背面可以看到魅族MX的一个标志 以及8万像的双头和LED闪光灯 整个机器的背面呢 采用是这种塑料材质 手感非常的舒适 侧面的话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厚度还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是音量调节按键 USB这个数据接口 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按键 同时顶部可以看到 3.5毫米耳机插口 以及电源按键 整个机器拿在手上非常不错 这款手机的硬件配置呢 也非常旗舰采用的是三星的inose 1.4G双克处理器 同时配备了1GB的RAM 整个机器呢 这个运行的速度也非常流畅 我们简单给大家开一下机 好 我们现在已经按下了开机键 我们看开机的话 首先出现的是魅族的一个logo 现在系统正在启动当中 好 我们看了现在已经进入系统 整个界面呢 与这个之前的魅族M9的话 大体非常相似 底部的话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UI界面进行了小幅度改动 这边是短信 这个是上网 这个是这个通话功能 同时我们在左右滑动的话 它采用是左右滑动的一个设计 在整个机器呢 我们看到设置当中呢 整个UI界面 仍然保持当年的这个传统 我们看到关于手机当中 可以看到这是 型号是M030系统版本 机带版本 以及这个序列号 好 底部呢 我们现在开机的话 就可以看到底部的这个 这几个按键 这个是返回 这个是菜单 菜单按键 我们点击设置的话 可以在这里调节飞行模式 以及这个关闭电话的功能 还有网络功能 好 简单的这个系统方案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稍后会在详细评论上 给大家详细展示这个 UI界面 以及它的各种拍照 多媒体功能 感谢大家收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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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